我们今天呢 要交的是二元一次方程式的带入小缘法 然后从立体3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 呃 是吗 43.1 43.2 a 的部分 a 的部分 交完之后呢 我们来到立体3 立体3跟a 的那个部分的差别是什么呢 它差别就是这个是有分数的 这个是有分数的 有分数的 然后你的那个 立体4一次方程式 然后那个 有分数的提形 呃 没有 掌握 的话 OK 的提形 没有掌握的话 OK 这个部分 就会有问题 这样 所以这一种题目呢 是有分数的 OK 这个部分的 有分数的 有分数的 然后你带入进去之后呢 它也会有分数 OK 带入 带入进去后 会变成 会变成 有分数的 一元一次 方程式 方程式 所以我们在一元一次方程式 有分数的提形没有掌握的话 然后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就会有问题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基础是 一环一环的 它要我们解这个方程式 当然你前面的部分 就是前面的部分 有问题 这一边也会有问题 这样 好 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题目 它要我们解这个方程式 OK 然后我们要解这个方程式的时候呢 就跟我们昨天学的东西是一样的 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你记得你的这个1,2都要写 然后在这一边 我把这个3x翻过去 所以我说 from Equation1 我拿到我的2y 等于21-3x 我要的是y 我的y等于21-3x 除2 所以它一样呢 就是说 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不要把它的y写成subject 然后这个变成我Equation3 就是说它y单独一个在这边 或者是x单独一个在这边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sub我的Equation3 OK into我的Equation2 OK 像我之前的环节呢 我说 我从E拿出来 我不可以sub回E 所以在这边也是 我从E变成3的时候 我不可以sub回E 我要sub进2 所以在这一边 它会变成4x-5 挂弧21-3x除2 等于5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要全部一起乘2 乘2 乘2 其实来到这一个环节的时候呢 这一个环节的时候 它就是属于那一个 一元一次的那种题目 然后是有分数的 所以你的一元一次有分数的那种题目 你有问题的话呢 你来到这一边就会有问题 然后我在这一边 变成我的2跟2月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5乘进去 整个-5乘进去 所以428x-105-15x等于10 -5乘21-105-5乘-3-加-15x 这个加上来它会变成23x 等于10加105 然后它会变成115 是我的23x 所以我的x 会是等于115除23 115除23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5 115除23 我拿到的是5 所以接着呢 我们再来 就可以拿到这个x等于5 我的x等于5 我要sub回这个y等于这一边里面 ok 这个是我原本的y 然后我把我的这个x的部分 我放成5进去 所以我这个是3乘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是21-3乘5 然后整个除2 我拿到的是3 拿到的是3 所以在这一边 我拿到的是3之后 我就可以说 我的x等于5 y等于5 y等于3 这个就是我完整的那一个答案 x等于5 y等于3 然后我们要检查答案的时候呢 就在这一边 我的mode 然后 第五个equation 然后第一个to unknown 所以它是2 等于2 等于21 等于4 等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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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z 等于 所以我x等于5 y等于3 所以它是x等于5 y等于3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然后你说老师 所以我的计算机是5 所以我的计算机是570ms 比较 功能比较弱的 这个计算机的时候 你按Mode Mode Mode Equation 第一个 然后它是to unknown 然后它这一边3 3等于2 等于21 等于4 等于-5 等于5 等于5 等于 然后拿到x等于5 y等于3 所以它就变成x等于5 y等于3 就是这样 OK 然后 我们现在呢 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都是用着带入校园法 带入校园法就是你把它带入进去 然后 它就少掉一个元素 就是说我在这边我把y带入进去的时候 哎 这个Equation里面就没有y了 然后这样的一种方法呢 我们叫它带入校园法 然后事实上这样的一个题目 我们还有另一种常见的方法 叫做加减校园法 加减校园法 当我们把这个带入校园法做好 融会的时候 我们再进入加减校园法 好 来 在这一边呢 同样的一题啦 我们可以至少做它个 什么 同样的一题呢 我们不用多 同样的一题呢 我们可以至少做它个四次 你看啊 在这一边 刚才我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OK 我刚才是把3x帮过去嘛 我现在要把2y帮过来 所以我在这边说 from Equation1 我拿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拿到的是3x等于21-2y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21-2y 除3 这个变成我Equation3 然后同样的 我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2里面 我就有4挂弧 21-2y除3 3-5y等于5 然后这边它分母是3 所以我乘3 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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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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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4的时候 我拿到的是-69 所以这一边它是-69 所以我的y是-69除-23 我拿到的是y0.3 ok 所以除 -23 然后拿到的是3 接着我可以sub 我的y等于3 into我的equation tree里面 然后我的x呢 就会变成21-2乘3 除3 所以21-6 它就会变成1515除3 5 所以我拿到的是x等于5 y等于3 跟我刚刚这一边找到的这个 x等于5 y等于3 是一样的答案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其实我就是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这一个 我现在用 这种 别的颜色的 我用橙色啊 紫色啊 青色的这些东西是你在过后写的时候 你不用写上去的 这个我只是让你们看到我在做些什么东西而已 然后 呃 你自己在做练习的时候呢 这样的东西你其实是不需要做的 ok 然后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样看的时候就发现到 哎 我少写的一行 ok 我少的写的一行是什么东西呢 我少写的那一行字 我在这一边我们去写 ok x等于5 into equation 3 你这一些你都要写上去 然后你的老师就可以很清楚 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们这种青色的框啊 橙色的框啊 这些 你就不需要跟他写上去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呃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刚刚这个是把这个翻过来 然后再把这个除下去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其实是把 这一个 放进 这个x里面 这一边 然后我再把我的这个y等于3 放进 这个y 也就是放进这一边里面 所以同样的一题 我还是在用着带路消炎法 然后 我就有一点点 不同的那个做法了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还可以再做多两次哦 同样的这个题目 我还可以再做多两次哦 然后 两次里面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我选随便一个都可以 所以我刚刚都是选equation1嘛 我现在选equation2 我把这个放进去 from equation2 我拿到的是 4x等于5加5啊 所以我的x等于5加5y 除4 这个变成我equation3 然后再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1 记得from2的时候 我们可以上回2 from2的时候要上回1 然后它就变成3挂5 5加5y 和4 然后加2y 等于21 所以在这一边 我这个乘4乘4乘4 44月 然后这个再把它乘进去 355 加15y 加8y 等于84 所以4288y 21乘4 84 355 355 然后在这一边我就有23y 然后等于69 84-15 是69 84-15 它会是等于69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y会变成69除23 然后拿到是3 这边除23 我拿到是3 然后我就可以sub我的y等于3 这个是y等于3 into我的equation3里面 我的x就会变成5加5乘3 除4 然后20除4我拿到是5 所以我的x等于5 y等于3 这就是我的答案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x等于这个东西我们放进这一边里面 然后我就是放进这一个 然后我的y等于3 这一个我放进这一点里面 也就是放进这个里面 ok 好 然后接着 再来 这个我做第四次 第四次的时候这边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我把我的5y翻过来这个翻过去 所以我from我的equation2 我拿到的是4x-5等于5y 所以我的y会是等于4x-5 除5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是equation3 然后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1的时候 它会变成3x加2挂弧 4x-5除5 等于21 所以我在这一边乘5乘5乘5的时候 ok 然后再给它乘进去 它会变成15x加8x 减10 等于105 然后这一边我就有23x 等于115 所以我的x会是等于115 除以23 我会拿到5 来 115除23 再拿到的是5 然后sub我的x 等于5 into我的equation3里面 我的y会是等于4乘5 -5 除5 5是20 -515 15除5 3 所以我拿到的是x等于5 y等于3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一个 它是把它放进这一个y里面 然后我的x等于5 这个东西 我是放进这一边 然后还有 这一个 里面 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没有练习做的 什么我同样的一题用同样的方法我就可以做4次了 如果你要加强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在后面这边随堂练习两题 然后这一边 两题 所以我这边有14题再乘以4 你可以做56次 OK我们单单这14题你就可以做56次了 但是 我想说的是 我们来观察一下 在这一边里面呢 我的这一个 我发现到 我的 第1次 OK 我的第1次 然后还有我的 这一个 第2次 OK我的第2次 还有 我的那个 第3次 和第2 第2次 等下这个是第2次 然后第2次 然后我的第3次 还有我的第4次里面呢 虽然讲做这一样的东西 我发现到我的第3次 比较简单 为什么我的第3次比较简单呢 我这一个是4x-5 等于5y 我把它变成这一个5加5y 4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这一边都是假的 然后你在这边跟他放进去的时候呢 你的处理的时候你在这一边 他就变得比较干净 比较简单 你看他的这两行 比起这一边 这个很多简 然后再比起这一个 这个 也不多简 但是他还是有简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 他在这一边 他的这一个 这边他也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在 3次 4次里面呢 我是觉得 这一次是最 简单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我把这一个翻过去的时候 减翻过去变成加 他就变成4x-5加5y 然后他的x-5加5y出四 就是说你在这一边选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 细微的差别的存在 就是 真正的高手跟普通的高手之间的差别呢 就是他在 很细微很细微之处 快人家那一点点一点点 累积下来 他就超越人家很多 OK 比起普通人 就超越很多 高手 赢普通人已经是 那个 什么 很多了 然后在 这个 细节掌握得更好的那种高手 就神一般人境界的时候 他就比高手更给 又比普通人更给更给 OK 好 来 我们现在进入学堂面积3 然后还有等下的面积 你就会看到我选的时候呢 我会 有时选1 有时选2 然后他都有他背后的原因 像在这一题的时候呢 我就是选2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这个3x会比较漂亮 OK 其实哪里一个都可以 但是我们有比较快的方法 像在这一边比较快比较简单 应该是选2 所以 from equation 我拿到的就是我的 3x 等于5加 2y 所以我的 x等于5加 2y 除3 这个变成我 equation3 我sub我的 equation3 into我的 equation1 from 2 sub 1 然后 他就会变成 2 挂胡 5加 2y 除3 加3y 等于12 所以我在这一边 乘3乘3乘3 33月 乘进去 所以他变成520 然后加 4y 加 9y 等于36 然后是3y 等于26 然后我的y 等于2 然后我sub 我的y等于2 into我的equation3的时候 我的x会是等于5加2乘2 除3 5加4 99除3 所以我拿到的是我的x 等于3 y等于2 所以我们在计算机这一边我按mode 然后第5的equation 然后第1 2unknown 所以我这一边有2 等于3 等于12 等于3 等于-2 等于5 等于 x等于3 y等于2 对了 然后 这就是我的答案 呃 我们要 知道我的答案对不对呢 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 我的 那个 x等于2 x等于3 y等于2的时候 我的这个equation 1 1 1里面的left hand side 会是等于2 3 加3 2 然后它变成 6 加6 等于12 也是我的right hand side 所以是正确的 然后 我的这个equation2的部分的时候 它是 我的left hand side 等于3 3 乘3 减2 乘2 33 9 减4 我拿到是5 也就是我的right hand side 所以它也是正确的 所以我的这个答案就是正确的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 x 是这样 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检查答案 然后可是这种manual的检查答案呢 是在你没有计算机的时候可以用的 特别是属于那种 什么读中的学生 读中的学生他们到了高中的也用计算机 所以他们检查答案他们不能用计算机来检查了 所以他们就要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了 好 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下一题这一边 这一个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 他就 呃 选哪里一个都可以 然后我自己本身呢 比较喜欢 5的惩罚表和2的惩罚表 所以我选这一个 这个是equation1 这个是equation2 所以我from我的equation2 我拿到的是 2x等于9-5y 所以我的x等于9-5y 除2 这个是我equation3 然后我sub我的equation3 into我的equation1的时候 它会变成 3 9-5y 除2 加2y 等于8 所以我这一边乘2乘2乘2 22月 这边这样乘进去 3927-15y 加4y 等于16 3927 3515 224 128 -15 -j 加4 它会变成-11y 然后等于-11 然后我的y 会是等于1 然后sub 我的那个y等于1 into我的equation3 之前我先把这个动作 绑过去 这个是这样 除下来 还有在这一边我刚刚是把这个绑过去 这个除下来 所以我就刺掉一些步骤 然后我现在刺掉的这些步骤呢 是属于可以刺的步骤 然后我这个算是蛮简短的 就还有一些步骤 像这个步骤其实我可以省略的 但是我不省略掉 因为我觉得这样 会比较清楚 OK 呃 其他的步骤是不能够省略的 这一个已经是最 最简短了 在这一边从这一行到这一行已经是最简短了 你这一边你少掉任何一个步骤的话呢 都是 属于投空减料 都会被扣分 OK 然后 这一边我的x就会变成9-5 乘1除2 9-544除2 2 所以我拿到我的x等于2 y等于1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就用这个计算机 mode mode 然后第1个是equation to unknown 然后我们这边有3 等于2 等于8 等于2 2 等于5 等于9 等于 所以 x等于2 y等于1 x等于2 y等于1 所以 同样的 在这一边 我要检查答案的时候 我要检查答案的时候 我的那个x等于2 y等于1的时候 我的equation1那边 我的left hand side 会是等于3 乘2 加2乘1 然后6加2 然后它会变成8 8就是我的right hand side 所以它是OK的 然后我的equation2的部分 我的left hand side 会是等于2乘2 加5乘1 所以它会变成4加5 所以它等于9 也就是我的right hand side 所以它也是 对的 所以我的这个答案就正确了 OK 如果我不用计算机的话 好 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边我刚刚还没有把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其实是 不需要的啦 纯粹我自己本身 是加上去的 在 做练习的时候你不需要这样做这个东西下去 然后 我在这一边 这个是x 是在这边 然后我的y 是这一个 然后它是在这一边 和y 1 好 这样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是 从 我这个 equation2 我拿到我的2x等于9-5y 所以我的x等于9-5y除2 我把我这个 就是说我把这个搬过来之后我再把我的2除下去 它变成这个equation3 然后我把equation3 sub进equation1里面 我的equation1是3x加2y等于8 3x加2y等于8 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是 那个 3 x加2y等于8 这个是我的equation1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 这一个东西 它的3x加2y等于8的时候 我的x 我就放这个9-5y和2 在这一边我的这个x 我又放这个9-5y和2进去 所以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 然后 我们这一边是有分数的 所以有乘2乘2乘2 所以我们在之前 连列equation有分数的那种题目的时候呢 我们要懂得怎样处理 我那边不会处理的话 我这一边就会有问题 39 27 355-15 22 10 12 8 记得每一个term都乘2 然后这个整个挂弧里面是当成一个东西 所以它乘2的时候就却掉了 然后我这个-15y加4y 是-11y 然后我的16-27 在这一边我就有16 然后在这边我 我目的16-27 然后我拿到是-11 所以我的-11就是这样来的 然后过后呢 我的-11除以-11 -11除以-11 然后它就会变成1 所以我的y-1也就是这样来 然后我们的这一个东西 像它原本的是这样 这一个是这样 然后 我想我把y-1 放进去的时候就是它是放进这一边 9-51 9-5乘1 9-5乘1 除2 所以它就会变成9-5乘1除2 然后9-5乘1除2的时候 在这边有这个 9-5 挂弧1 然后再除2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2 所以我的x等于2就是上来的 OK 好 就是这样